是学厂免费提供 或者学厂还那些雪局店都可以租到的 小腿的地方就非常的暖和 打开我的雪板 包特领海一副眼镜 这种套头式的戴帽子 一种是球面镜 GoPro拍摄的话 这条裤子也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不适合滑雪 大名鼎鼎的AK457 Nitra今年的这一款 牛牛女 一度想再买一块把它裱起来 凹造型加分的小东西 和这个香月子配在一起 简直是太奇妙了 线下店就更方便大家去试穿什么 大家好我是妞妞 前两天收到很多同学私信说 能不能来聊一聊关于新手滑雪 需要准备哪些装备 首先先声明我不是什么pro 也不是大身 如果说到不专业用词不太准确的地方 大家不要太计较 我整理了一下今天的视频 主要分为第一部分就是 学厂提供或者可以租到的装备 第二部分就是打开我的雪板包 里面有一些凹造型神器 第三个部分就是这些装备去哪买 第四个部分是滑雪需要准备的一些药品 还有女生滑雪的一些小建议 那非要不做说 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吧 我觉得滑雪真的是一个 还挺烧钱的业余爱好 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没有那么充足的话 第一次滑雪我不建议大家买全套装备 有几样是雪厂免费提供 或者雪厂外的那些雪具店都可以租到的 有头盔 雪镜 雪服 雪板 还有雪鞋 女孩子要是想拍照好看的话 建议大家还是自己准备一套雪服 或者雪厂外的那些雪具店也有很多选择 雪厂的雪服就是胸口 或者背后有印着雪厂logo的 你们懂的 除了这些之外呢 就是大家一定要自己准备的 比较个人化的装备 有面巾 还有一些护具 像那个小王八 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也可以借到 专业的护具 像护臀 护腕 护膝这些 还有就是雪袜和运动内衣 上次去宠里收拾行李的时候 有跟大家说 其实我现在不怎么穿那个素肝衣 因为我一直都没有太get到它的点 可能我也不够专业吧 就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 内衣的部分 我一般会戴几件 露露的这种运动素肝衣 它比滑雪的那种要更薄一些 其实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 下妆的部分 我一般就会戴几条瑜伽裤 这样方便换着穿 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那种比较贴身的 秋衣秋裤 这些都无所谓 忧郁裤的那个发热内衣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选择 这个是我现在能找到的两双雪袜 那是我之前买东西 然后人家送给我的 就是这种极西的羊毛袜 大家不要小看这种雪袜 它真的保暖性能非常的好 而且它好像在脚底的部分 还有做加厚的处理 上了之后整个脚到小腿的地方 就非常的暖和 接下来我们就打开我的雪板包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板包其实它也有几种不同的选择 第一种就是那种薄薄小小的 直接套在板子的外面一杯就可以走了 那个叫做饺子片 那优点呢就是很轻巧方便 但缺点就是除了板之外 什么都放不下 第二种呢就是我的这个板包 它里面除了板之外 还可以放一些其他的雪具 但因为它就是这种鞋胯或者手针的 所以对女生来说可能没有那么方便 但我个人觉得它是最酷的一个 所以就选择了它 另外一种呢就比较方便 是那种带蛊鹿的女生啊 或者那种很专业的大神 带好几块板出门的 选择带蛊鹿的就会方便很多 来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个板包真的很能装 我一些必备的东西 它都可以装一下 我的雪鞋 背带裤 护臀 护膝 头盔里面装着我的小手套 这边还有一个面巾 里面装了我一个眼镜 我的眼睛包远远都会被我弄丢 另外一个面巾里面装了另外一副眼镜 最后一个就是我的小雪板 拿出来 那我们就从头到脚来详细的说一说 大家最关心的滑雪穿搭 首先护脸面巾这个东西 是大家一定要自己准备的 一是没有地方租二就也不太卫生 市面上有很多款式 第一个就是像这种套头式的戴帽子 大家看一下戴上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比较好的就是它一举三得 即有个帽子 然后有个围巾 然后里面呢 还有一个护脸 这个我怎么戴不住了 是不是操作有什么问题 这款就买得很早了 好像是我第一次滑雪的时候买的 它这个面巾是有一个吸铁的 大家看看可以这样吸住 就很好固定 有风什么的也吹不开 你们看这种它戴上就很颜色 而且前面有鼻子和嘴巴的呼气孔 也不会觉得很闷 反正怎么滑它都不会掉 唯一有一点就是头顶的地方有一点稠 我真的不想给你们看 如果要是约会的话 请不要让你的男朋友看到这一幕 今天双十二的时候 还买了一个韩国持有过来 头上的部分它换成了一个这样的袋子 就不会出现刚才那种尴尬 然后我挑了一个粉色 它里面还有一个防滑的这种小锯齿 后面的部分还有一个抽绳 可以调节它的大小 然后你们看它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下面的部分还有一个小开叉 现在就可以搭在衣服上 我觉得它这个设计还是挺舒服的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小微脸 不戴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在下面 我这样好像一个教徒哦 护脸的款式真的有很多很多 我记得之前还买过一款 就是在后面的这个位置 它有个小开口 如果女生有那种很长的头发的话 就可以梳两个辫子 然后从里面穿过来 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 韩国的这个牌子 叫BS Rabbit 还有一个就是安囊他们家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雪镜 我自己一共是有两副 这个是我的第一副 Phoenix他们家的 在这里有一个小凤凰 它当时是一个什么特别版 这边有一个兔舌头的小涂拨鼠 我当时觉得特别可爱 就把它买回来了 这个我觉得它还挺耐看的 是我买的第一批雪剧里 唯一一个没有被淘汰的装备 它一共是给了两个镜片 一个是增光 一个减光 但那个我也不知道会放在哪了 然后另外一副 大家看之前的那个 新西兰Vlog里面有拍到 这一副是Oakley的 是在那个皇后镇买的 当时一眼就看到这一副 就觉得它很酷 有一点点小夸张 就戴上去就会显得脸很小 我这样比大家其实可以看出来 这一副它的镜面会比这个要大很多 挑眼镜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知道的就两种 一种是球面镜 就是它的镜面是那种圆圆的 这样包回来的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宽宽的 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个会显得脸更小 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确定 它是不是有两个镜片 现在有很多都是那种吸铁式的镜片 就可以直接取起来很方便 就是大家如果白天滑完 滑夜场的话 也一定要记得换镜片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头盔 凹造型的时候可以把它摘掉 但如果要是滑起来 一定要把头盔戴上 因为在雪服上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非常女性化的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 很百搭的黑色头盔 头盔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 大家就根据自己头围去挑选就可以了 如果之后想用那个Gopro拍摄的话 可以买一个这种 就是它会有一个小标识 这种就可以把Gopro架在上面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护具 首先要说的就是小乌龟 小熊猫 还有小熊猫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戴的 但后来为什么我不戴了呢 一是因为我觉得它有点丑 二是我怕自己戒不掉了 就你很容易去依赖这个东西 把它摘掉之后 其实慢慢也就适应了 毕竟我还里面有一个护臀 摔起来的话也没有那么疼 我现在会戴的护具就是护膝 然后一个丑丑的护臀 还有一个就是右手的护腕 因为我这只手见翘眼有点严重 就很怕这里在受伤 这个护膝和护臀都是穿在 瑜伽裤外面雪裤里面的 所以就不会影响任何穿搭的效果 在雪服和雪鞋的挑选上 我一直都觉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就很难一步到位 刚才有跟大家说过嘛 我第一批买的雪剧 几乎都是被我送人的送人 咸鱼的咸鱼 一是因为我当时买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多前辈来做功课 二就是审美确实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 我记得我第一套雪服就本着买大牌 肯定不会出错的原则 买了一身Burton 但当时真的是因为不懂 所以还是会走弯路 就比如说Burton的这条雪裤 当时就很喜欢这种蓝色 现在就 它是这个有一点民族风的系列 我不知道叫什么 就是外面还有这种小的花纹 我前两天看他们还有在买 这条裤子也没有什么不好 就是不适合滑雪 防水效果不是很好 就屁股很容易湿 Burton有一件我很早之前买 但现在都不后悔的 就是这件大名鼎鼎的AK457 这件我买的时候我记得国内已经炒到六七千块钱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一是因为它是同样号和Burton合作的一个高端线 在款式的设计上就比较时髦 第二点是因为它在这个袖子上 大家看这里有一个 它是一个雪崩救援系统的芯片 不需要充电也没有开关 可以无限永久使用 但它这个性能好像在雪场上没有什么用武之地 还有一点呢 大家看它袖口这里有一个GOTEX的logo 它是一个专门做防风防水的户外品牌 大家可以认准它 只要有这个标志的话 它的防水性能都非常的好 还有一点就是它可能会制造出一些你是大神的假象 前年去新西兰滑雪 在缆车上遇到一个日本人 它当时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外套 就一路跟我神聊 结果下了缆车 看我滑了两步之后就消失在人海了 我看它们今年出了很多绚丽的颜色 大家如果不着急的话 以后可以有机会去日本买 它们的价格会好很多 我这件当时在东京的专卖店买还大折 说完大牌 我们来说一说韩国的雪服品牌 也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看的 有很多漂亮小姐姐的选择 这个牌子叫做BS Rabbit 就是刚才的那个面筋的品牌 我在他们家买了一个套头的这种上衣 买了一个白色的背带裤 这个大家看我穿了很多次了 说到这个背带裤 它的优点呢 一就是好看 二它可以防搓雪 因为我们穿那种分体的衣服 摔倒之后难免会有雪进去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硬伤 大家应该也能想到 就它真的很难上厕所 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凉 我们不可能直接穿一个背带裤这样滑 外面怎么也得套一个那种开身的外套 或者套头的 套头的就更困难一些 大家这个自己体会一下 除了这两个品牌之外呢 我推荐大家也可以看看 三叶草经常会出那种很复古的防风外套 之前我也有给大家上传过照片 我觉得那件还挺好看的 天气不太冷的话 穿它完全没有问题 有一个小心机可以分享给想尝试穿冒山滑雪的同学 我记得去年零下19度吧 在崇里我就穿了一个冒山滑 把我的同行闺蜜都快吓死了 但其实真的不冷 一是滑起来就身上很暖和 二就是我的小心机 大家可以戴一个那种小小的薄一点的防风服 我之前有一件under armor的 就搬家不知道被我放在哪 它就可以很完美的穿在卫衣里面 有这么一个小东西风就打不透 就真的一点都不冷 雪鞋的部分呢 那天跟大家说 经过三双雪鞋的洗礼之后 我终于买到了一双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雪鞋 就是Nitro今年的这一款 虽然它不是BOA的 可能没有那么方便 但我觉得它的颜值和配色 真的很戳我 市面上差不多就是这两款 大家看它鞋带有一点不同 这个就是这种抽袋式的 这个呢就是BOA的扭扭扣 它穿的时候呢 只要把它摁进去 然后一直这样扭扭扭 就可以把它扎紧了 有一点想提醒大家 就是你们看它这个鞋头这里 因为是皮质的 所以就很容易会踢坏 反而像这种几皮面 焦头的就很筋造 手套我就是完全图可爱 买了这个熊掌 但它真的很不实用 因为它过于厚重了 就是绑固定器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不方便 说完这些我们来说一说 凹造型加分的小东西 首先第一个就是很多同学在问我的发带 我的这个发带其实就在淘宝上随便买一个价格很便宜 但质量还不错 它外面是这种针织的 然后里面是这种绒绒的 除了它这个logo我觉得有点傻 写了个sport 拍照的时候就可以输一个高马尾 是不是就很有一种运动女孩的feel 除了这个发带之外呢 我们还会再带一个耳机 这个耳机不是凹造型 就是我平时滑雪的时候也会带 但是初学的同学千万不要有这种奇怪操作 这个耳机比较好的一点 它是通过鼓传导的 既可以听到音乐 也可以听到旁边人的滑行轨迹 把它戴上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在这个地方来播放音乐 还有就是大家问我最多的这个毛球帽子 这个是之前在东京的CV4LA买的 它这个帽子比较好的一点是 它这个毛球是一个别只的 如果凹造型拍照的话 就可以直接这样 然后再带一个雪镜 保暖的作用的话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毛球摘掉 然后把这个帽子戴在头盔里面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雪板和固定器 这块是我的第二块雪板 第一块就买的很失败 当时就听信了很多人说 要买一些颜色比较艳丽的 这样在雪上就很好看 我现在真的是看到那块板 我就脑袋疼了 这块真的是我的真爱板子了 就我曾经一度想再买一块 把它裱起来 我很怕我这个技术就特别坏 就把它用坏了 上面的部分是做那种象牙色的木纹 然后从中间过渡到下面 是做这种紫色的森林 就真的很好看 很梦幻的一个颜色 我当时看到它第一眼就走不动了 而且这张板子好像还是我拿积分换的 最好我们就添了一千块钱 就把这张板子买回来了 然后同样配了一个有一点紫色的元素 Furton的布定器 你们看它斜扣这里做的是那种淡淡的马卡龙蓝 和这个香玉籽配在一起简直是太奇妙了 本来想去年换一个style 就是那个一脚灯穿脱起来很方便 但目前没有看到我特别喜欢的配色 刚刚跟大家推荐的这些品牌 在橙色软件上都可以买到 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韩国的品牌 它有个代购的周期 所以需要流出提前量 在北京的同学呢推荐几个线下店 就更方便大家去试穿什么的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磁吸口 也是最多最全的 它那有很多代理商 什么美国的 欧洲的 还有韩国品牌 国内的都有 第二个就是Burton在北京开的第一家旗舰店 我已经缠了很久了 一直没有时间去逛 第三个就是Sanitor Soho 下面也有几家雪具店 还有就是蓝港的那个品牌街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在那个台阶上面那个地方 我记得之前也有逛到 有一家还挺大的雪具店 当然在雪场里面有很多店 像崇里就有很多各个品牌的专卖店 但价格和款式上可能相对费动一些 我觉得买雪服这个事 大家千万不要一下买很多 因为我当时就买了第一套雪服 我就不是很喜欢嘛 就给自己立了一个小目标 如果学不会的话 就不给自己买新衣服 因为你想啊 你穿那么好看那么乍眼 你摔的时候也乍眼啊 你要一直在连滚带爬 那真的是让人过目不忘 提醒大家滑雪的时候 可以带一点膏药 红花油 还有云南白药的那个喷雾 我觉得那个挺好用的 还有女生可以带一点暖宝宝 贴在这个前心和后背的地方 就特别好使 最后就是给女生滑雪的一些小建议 第一点就是不要留过长的指甲 手脚都一样 像我这种就绝对是自讨苦吃 第二点就是不要带任何饰品 因为滑雪这项运动真的是一直在出来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你摔不到的地方 为了避免一些误伤 或者说丢失啊 这些情况出现 大家最好什么都不要带 好大家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大家要是还有什么疑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还是希望今天的视频 可以给你们一点点小帮助 感谢大家内心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